我教练让我少喝烟窝多喝银耳 省下来的钱呢找他多办几节私教课 然后就给我推荐了这个猫签碎的银耳 一天一杯胶质满满的 我现在连面膜都不用服了 它是用现摘的银耳做的鲜炖 直接打开之后就能吃 而且它从采摘到入瓶只花了一个小时 是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的 一放在嘴里就有一种融化的感觉 滑溜溜的 还有一种清甜的味道 我喜欢加热之后在这个里面再放点牛奶 就跟吃鲜炖花椒一样 特别好喝 我每次馋饮料的时候就喝它 好喝还健康 而且呢现在它的活动是拍一箱发两箱 坚持喝还是没什么负担的 前三年给我养成的习惯呀 到现在也就真的成了习惯了 来看看哈 这个是我包里面随时都携带的这个免洗洗手液 它是应科医疗的品牌 光看这个品牌就特别放心哈 这个呢就是不光大人能用 包括现在要带小孩出门的哈 孩子也能一起用 直接这样搓一搓就行了 不用水洗 来给你们试一试啊 你看 这个纸上它还是干的 关键它还有这个作用哈 它的PH值呢是接近人体肌肤质的 就比较温和 对皮肤不会有什么刺激 这样小小的一只呢 你要放在包里就比较方便 而且它这里还有一个小环 你要给孩子挂在包上也可以 我现在追剧都少不了这个 飘零大叔的迷你烤香肠 真的太好吃了 我每次都得备一个好几十个才够吃 它是咸甜口味的哈 而且呢还是纯肉的特别劲道 它这个里面呢是没有添加一点淀粉的 并且它是通过纹火烘烤的 所以吃起来外面的皮就是脆脆的 尝一个看看啊 它这个味道我觉得不管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 吃了应该都会很喜欢 关键呢这一包里面就是三十小包 不管你是在家 这一包里面的皮肤 现在就没有了解 看起来